大家好,我是肖金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场病毒除了带来灾害与经济危机以外 还给人类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这场病毒把很多人都隔离在了家中 我们开始大量的刷视频,刷新闻 在网络上关注着病毒的发展和全世界最新的消息 我们开始进行远程办公,远程授课 这次病毒灾害加快了人类进入虚拟时代的脚步 有人会说,你说的这些也不是虚拟啊 远程办公,远程授课,这些都是真实的啊 我们看新闻事件也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哪里进入虚拟了 那我们就要说说,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拟 下面我放一段视频 一台相机拍下的录像 我们在显示器前能够看到发生的事情 现在我问你,我们看到的画面是真实的吗 有人会觉得这个问题有毛病 难道这不是真实拍摄的吗 那我们就先看看整个系统的工作原理 相机通过透镜收集光线 光线被摄影机转化为电信号 计算机经过处理再将录像的信息显示出来 有没有发现问题 我们拿给计算机的这个0和1的电信号只有它能看懂啊 如果它不模拟出我们能够理解的画面 给你放出来一段0和1的数字串 看到这个画面的你会不会当时就傻眼了 这是啥呀 那我们来想一下 我们不去拍摄这段视频 而是给计算机看一段和视频一样的0和1的电信号 它给我们模拟出的画面是什么样的呢 当然是和拍摄画面显示的结果是一样的 因为这两段0和1的信号是相同的 所以说 一段真实的记录视频 它是真真正正的发生过的 但是我们经历的过程 却是计算机模拟出来的声音和图像 所以我们正在进入和接受虚拟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千里以外所发生的事情 可以和万里以外的人交流合作 这些都是我们进入虚拟化的过程 而且全人类进入虚拟化的过程是不可逆的 只要人类还在一直探索科技 而这次病毒的爆发呢 也正在悄悄加快这一过程 为什么说病毒加快了这一过程呢 那我们就要说说 影响我们进入虚拟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不是科技进度 而是习惯 那什么是习惯呢 习惯是一种常常出现的行为 而且常常是在无意识的状况下出现的 其实大部分人对于习惯的认知是有偏差的 因为一般人在出现习惯行为的时候 你是不一定会注意到的 因为人们在进行日常工作时 不会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进行详细的分析 习惯有时候会是强制性的 比方说我们在写字的时候 不小心笔掉在地上了 我们是把它捡起来 还是再拿出一只笔继续工作 这个动作甚至不需要我们进行思考 身体下意识地就会决定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完成我们这个行为的动作就是习惯 习惯是某种程度上的固定的思维方式 或者是意志 或者是感觉方式 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的 就像我们小时候吃饭 有的家长会反复地和孩子强调 不能胜饭 有的家长不会在意这些 经过繁繁复复地吃饭 我们就会有胜饭或者不胜饭的习惯 不过将一个老胜饭的人改变成为一个不胜饭的人 这个过程是很难的 旧的习惯多半难以改变 而新的习惯也不容易形成 因为人们所重复的行为模式 是印在其神经当中的 不过可以多次地重复来养成新的习惯 只要重复的够多 就会增加此情境下行为的另一个选择 因此也会增加此情境下行为的自动性 习惯的行为特点有快速出现 未察觉 无意识下的进行 而且是不可控的 这次病毒恰好正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 我们开始远程虚拟办公 线上授课 说到线上授课 还是有很多人对此有保留意见的 其实要我说呢 我觉得就是挺好的 第一点呢 咱们先说教育资源 都说大城市的教育资源好 老师教得好 那现在 不管你在多远的地方 哪怕是偏远山区 只要有电脑 孩子们都有可能听到最好老师的授课 这完全可以解决教育资源不平衡的问题 第二点呢 我们也是要提前做准备的 如果虚拟现实普及的够快的话 教育就会变得更有乐趣 孩子们可以戴着微压眼镜进行情景教育 学生们能够在三维的环境中互相交流 可以进行虚拟实地考察 例如去博物馆参观太阳系 或者在上历史课的时候回到不同的时代 老师也可以更好地把知识传达出来 所以说任何一件事物出现以后 都会打破我们的固有思维 破而后利不正是我们一直前进的证明吗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也希望你们能够多多地支持 点赞关注恢复 多多地关注我 这边不仅仅是想分享一些知识给大家 更是希望能够启发大家 寻找一些问题的好奇心 那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